大家好,我是不懂作战只说电影的唐思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高峰喜剧片《热血警探》 故事开始,我们的男主是名爱感敬业的警探 从小到大得知挺美全面发展,年年当学霸 这不,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警察局,也年年凭先进 可能呢,不能太过优秀,否则就会引起别人的嫉妒 眼下,男主因为太过优秀被领导下放到农村当警员 或不担心,男主的老婆也跟人跑了 前面说到,男主是名爱感敬业的警探 虽然老婆跟人跑了,但内心毫无波动 来农村上班的第一天,哦,不,是头天晚上 就在酒吧抓了一群未成年人,以及一个醉酒驾车的胖子 隔天,男主来监狱,审讯醉酒驾车的胖子 可却发现,这个胖子竟然是自己的同事,一名警探 而且还有一个像你干那样的爸爸,警察局长 机智的胖胖为了讨好男主,决定请办公室同事吃冰激凌 然后男主,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了 作为新人,老警长给男主介绍了菊子的情况 这是我们菊子年龄最大的白胡子 本来退休了,但喜欢偷窥,所以一直坚守到岗位 熟悉同事后呢,男主就与他的搭档胖胖一起去巡逻了 其实镇子也就这么大,每天呢也没什么事 无非就是抓抓鹅啊,追追小偷啊,查查超速啊 似乎整个镇子里面特别的安全 直到有一天,一对情侣被人痛下杀手 而凶手为了掩然耳目,将伪造了现场 造成车祸致死的假象 男主是坚决不同意的 可自得同事却一致认为人是车祸致死的 即使男主一再强调,这肯定是谋杀 但警长考虑到月底就要评选模范村了 妥妥的将男主和谐掉了 为了分散男主注意力,警长让男主调查另一起案件 隔天,镇子上又死了一个人 可男主查看完全市所有摄像记录后 发现爆炸当夜只有一只鹅经过死者的假 难道,难道这只鹅就是传说中的凶手吗 既然连三道谋杀案件,让男主更加疑惑 小报记者呢也看出了男主的心思 决定将这一切告诉男主 并约男主三点钟在棕楼下沟通 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小报记者就被滚落的石头砸死了 这样本有眉目的案件再次陷入疑惑之中 到底谁是凶手 男主名字符响也没有找到线索 某天,胖胖生日 作为基友,男主前去花店买花 无意中花店大妈向男主聊起了自己要搬家的事情 原来有人出高价收购他的店铺 而这个人正是超市老板大胡子 刚说完,花店大妈就被黑人杀死了 经过与花店大妈的这番闲聊啊 男主将所有线索串起来 发现凶手呢就是大胡子 情侣死亡前 大胡子在酒吧明确表示想砍死这对情侣 后来发现土豪哥想与自己抢地皮 于是又把他杀死了 而小报记者将地皮生殖的消息告诉花店大妈 挡了大胡子的财路 于是把他俩通通杀死 这些推论事故很合情理 但问题是杀人时大胡子又不在场证明啊 于是警察只好草草收场 晚上,男主沉浸在凶杀案中不能自拔 而黑衣人也如期而至企图杀男主灭口 可男主有主角光环 不是你想杀就能杀的 咦,这不是大胡子手下傻大哥吗 来不及多想 男主使出浑身力气将傻大哥制服 此时傻大哥携带的对讲机也传来了大胡子的声音 一个惊天大秘密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镇上的这些老头啊 才是这一气起谋杀案的真凶 他们觉得情侣也话俱差 于是把他们杀掉 他们觉得土豪的房子与周围格格不入 于是也把他杀掉 他们觉得小傲记者写的文章措辞联篇 还是将他杀掉 而花电大妈是因为他要搬离小镇 辜负了大家对他的期望 此时警察局长也终于从幕后走到排检 讲述了这一切 只是为了完成自己妻子的一个心愿 让小镇屏上模范症 所以才会用如此粗暴的方法 不仅如此 之前有走到街边的少年也悉数被杀 听完这些后 按理来讲男主就要被灭口了 关键时刻 胖子让男主装死 就能拦住一把 劫后余生的男主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从整武装 用双枪匹马杀回小镇 最终在胖子搭档的配合下 将这群老顽团团灭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做人不要太过优秀 对了 最近我在微博上派发福利 微博关注唐森林说定 并参与互动 每周都能拧取我送出的福利哦 赶紧行动吧